原文再讀書接上一回 話說陳瓊用手一指 因為陳瓊的過頭特別高 用手一指就被謝伯發現了 謝伯定眼一看,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立刻點頭擺手 沙士之間謝家行人群騷動,閃開一條路 陳瓊一見心中大喜 劉七,你說謝伯定眼睛很高,不要要求 你看看,我用手一指他 他就點頭擺手,叫那些人讓開一條路 看起來,你這個店老闆的面子真是很大 劉七也起出望外,心想 啊,奇怪了,奇怪了 難道這個惡霸地頭蛇真是發了善心 真是看我的面子 陳瓊和劉七正在向前面走著 這個時候只見一個家丁打扮的人來到他們面前 向陳瓊私禮說,請郭公爺留步 我家八爺請你到府上喝茶至酒 蛤? 甚麼意思啊? 陳瓊的猛禁頭迷惑不解 劉七也惡煽 他自然都不知道是甚麼回事 他立即解釋了 是是是是,不要誤會,不要誤會 他不是甚麼國公爺 他只不過是我店裡的一個客人 姓任,叫任三和,愛好任大狗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啊,真真都沒有真,真都還有假的 哼,灰氣 這個家丁令頭就走 立即去向他的主人品堡 借白啊,聽 他緊皺眉頭對著陳瓊看了兩眼 心裏便說了 哼,原來認錯人啊 哼,看他的相貌,令人生意 無非是真的來了?哼,都好,今天 你又想通過我,我謝家航 謝伯想著,就將手一揮打出暗號 剛剛閃開的那條路,又被他封得水竊不通 有人會問,到底是甚麼回事啊? 哼,當然是有原因啦 書中交代 這個謝伯不但只是長安城東關一帶的惡霸地頭蛇 還是朝中大奸臣處於奉灰的得意門生 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 有人會說 他既然是提過公處於奉灰的得意門徒 那現在擔任甚麼官職呢? 那他甚麼官職都沒有 從他的穿戴打扮來看 他好像一個武士 只從他手中托著個畫眉著龍來看 又是一個流亡地貓 那其實,他現在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惡英 在家裡就得閒無事,終日就為非作大 日後,他就教一幫無賴之徒練武打拳,武刀龍槍欺壓善良 夜晚刻就偷雞摸狗調戲婦女,專門捐人家的尼巴 總而言之,吃喝嫖島打殺場,除了好事,甚麼壞事都做盡 那楚奉灰為甚麼不替他找回一官半職 講起上來話長 要從徐陽帝在位的時候講起 那個時候,楚奉灰是平南王 而吳三霸就是康寧王 這兩個奸黨和宇文化及勾結在一起,橫行朝貢 凡是天下武舉進京趕口,都一定要經過這兩個奸黨之手 所以當時,凡是考中舉止的,都要拜在他們的門下 謝伯為了向上爬,就曾經拜到在楚奉灰的腳下哭了一聲乾爹 因為這樣,就曾經做過徐陽帝的震驚總兵,顯客一時 自從徐陽帝無盜,欺嫂姦妹,錦香爐,扔死了他爹爹,揚州官花惹得群雄四喜 唐高祖李淵,就從太原起兵 唐君在二王李世民的率領之下,三個月圍著長安 楚奉灰和吳三霸這兩個家夥,看見大勢已去 就偷偷地開了城門,立了大功,又做了唐朝的齊國公和晉國公 那個時候謝伯全公皆無 如果不是他的表妹田翠雲得到利冤的重行,說不定,腦袋都要搬家 所以他一直對堂不滿,暗中就和楚奉兩個姦董勾結上來,準備奪權,東山再起 今天他在謝家行切關報卡,是受楚奉灰的指示 因為今天是立雷的最後一日,楚奉灰吳三霸特別小心 凡是通往火神廟的妖道路口,都暗中佈置好,親信抓牙 遇著打雷的英雄好漢,能溫住就溫住,能夠害死就要害死,反正就不准他們順順當當去擂台打雷 所以剛才謝伯的舉動,是非常偶然的,因為真假秦勤相貌難分 剛才秦勤和謝伯一照面,謝伯當堂打個凸,他以為是假秦勤曹英在這裏路過 他就招手叫那些人讓老,派過家丁,商請用茶 誰知等到家丁回來品報說明,才知道是認錯人,他心裏便是喬磨 只是任大狗傷馬,非同小學,莫非是真是陳庆利草? 這個時候,他就頓山殺機,傳暗號即刻封死條路,要下毒手 致秦庆於死地了 好了 梳理表進言歸正傳 再講 秦庆見條路 閃開了又封閉了 還聽見家丁叫他 國公爺 雖然不明真相 也都覺得其中必有原故 嗯 莫非這個謝拔 和立雷的強策是同黨 秦庆 想到連這裡 他知道今天 洋路就是不可能的 知道他又想試探一下對方 於是就說 劉七 這條路既然閃開了 為甚麼就封閉了 到底是甚麼道理 我想麻煩劉老闆你 問一個清楚明白 還是叫他們 仰仰路之系 唉 那 怎麼可以任大教 再去 都是六指勾行的 這句話 是甚麼意思 唉 就是多此一句 喝大舊 你看看他的臉色 你就知道了 跟死了老爸差不多幾多 去不就是浪費了 唉 唉 劉七 他既然是沒有探花 又怎會不知道 禮儀呀 你儘管去試一下 我看過他有話好說 劉七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 唯有說 好啦好啦好啦 我儘管去試一下 嗯 至多被他鬧山蹦起啦 劉七嘴裡頭 暗暗沉沉 就逼過眾人來到謝伯的面前 陪著笑臉 施禮作一話 唉 唉 探花爺啊 你老人家身體好啊 我打擾你了啊 那個謝伯 擋著嘴 哼了一聲 連看都不看就問 啊 啊 下面 是甚麼在這叫啊 唉呀 探花爺啊 探花爺 我是一個人 什麼 什麼人啊 唉呀 探花爺啊 你不是不認識我嗎 我是東關路不開飯館的流策啊 是這樣的啊 我們那間店今天住住在一個山東的客官 叫做任三和 愛好任大狗 這樣呢 他有點急事要去火神廟 要經過這裏 想你給個面子給我 一於養養老 我成程就一定謝恩 早晚你去到我的飯館 山珍海味 就任你老人家吃 啊 一定令到你 舍他一個泰山 不淚士 珍珠 賭卷簾 憤文不收的 謝伯 怪聲怪戲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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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 冷笑幾聲就說了 小 小 小 那個 嘎嘎 你 你都不打聽一下 我 我謝家広 向 哪個洋國路啊 想 想叫我洋路 你 你先叫任大狗 跪在我面前 救 三個響頭 喊三聲老爺 如果不是,有本事的,他就逼過去,夾死米賴人,唉,聽謝八這樣一說,聽者辛苦,那個劉七唯有鄧氣,是,是,看看謝八這樣,他都免得再多說,馬上轉身,走到巡慶面前,是不是呢,是不是呢,任大舊,我都知道去親就一定碰釘的了, 你又不服氣,現在又怎樣呢,床底下劈柴是當堂撞板了,其實劉七和謝八的對話,好看陳慶早就聽見,他心裏面氣憤難忍,我聽見,他好像說,有本事就逼過去,逼死誰就逼過倒霉,是不是呢,劉七說,唉,我想他是開玩笑的, 啊,看你這樣,你都不敢逼的,我就是要試一下,什麼,你真的要逼啊,真的要,好看陳慶講完,就把頭上的英雄帽一錦, 捉下的賤虛一錦,腰中的英雄帽,闊闊闊連緊三口,他踏起盒,就要向前逼過去了,劉七即刻一手扯著他三尾就說,哎呀,任大舊啊,任大舊,你不要命嗎,這個聖者就不是人那樣笨的了,你看他有那麼多人,你逼得過去的嗎,唉, 那個謝伯啊,如果他一招呼,一定會夾死你啊,陳慶的張眼一燈就說了,你別再囉嗦,我在前面逼,你積管雙手,拔緊我的英雄帽,我保證你今天平安無事的,好看陳慶,他襲穩馬步要逼了,早就被謝伯看在眼裡, 心裏面又說了,這個任大舊,我膽子都不細啊,今天竟然和我八爺交流是不是,好,我看過你有幾大本事,等你逼得根皮力進,我就收拾你,謝伯想到來這裡,就怒氣匆匆,衝落台街,吩咐他的徒子徒孫暗傳號令, 一傳十,十傳八,殺池之間謝伯家族互相串連,擺好陣勢,手臂挽著手臂,腳勾著腳,八千幾個年輕人搭成一座半里長的人長肉靶,無探花謝伯氣勢洶洶站在靶頭,大喝一聲,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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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舊,有,有膽他們就逼過來啊,好, 領教啦,好漢秦勤講完之後,劍眉倒樹,虎目原真,講假咬,暈捉了一口氣,只見這一口氣,奏三關就透漆曉,飛越十二重樓,晃動三百六十五個關節,吹開了十萬八千斤毛孔, 殺池之間發如鋼針,疲如順甘,刀槍難入,烈火難焚啊,只見秦勤兩臂一谷,足足有千斤幾的力, 他將手一臂一臂一臂,一聲之後,就將全身的功夫全部用在食指上面,好漢秦勤他不方不望地來到謝伯的面前,他虛抬左手向上一舉,謝伯以為他打過來,馬上舉手相迎,就在這個時候,秦勤他猛揮右手食指,對準謝伯的勒骨一點, 只聽見力辣的聲音,辣骨就當同勾斷了一條,嘩,謝伯他痛得厲害啊,連站都站不穩,馬一聲就淚在地裡,嘿,那幫人就立刻衝上去扶著他,大聲喊了,譚發爺,譚發爺,你怎樣啊,譚發爺,謝伯這陣子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本來他已經漏口了,這陣子說話更加難聽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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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不說謝伯,回頭說一下秦庆 再說好漢秦庆帶著樓七,就像萬虎下山一樣,逼就逼過去了 秦庆帶著樓七,很不容易來到火神廟 秦庆向裡面一看,嘩!很大一所廟縣 只見廟裡廟外人山人海,好像開古殺大會那樣,西邊搭起六座監雷彩鵬 大院正中間高達雷台,這個時候雷台上雖然沒有人 但那邊人頭湧湧,逼逼讚讚,賣飯賣茶,喊人吵架,就吵圈巴批,非常熱鬧 本來已經夠虛陷了 秦庆在門口一出現,就好像由鍋裡滲了炸鹽那樣,只打一聲就滾上來 秦庆和樓七一一看,就惡炎了,喂,什麼呢? 這些百姓好像見到溫神那樣,逼就逼,逼就逼,逼就逼,跑就跑 剃瓜鬼就說你傳我我傳你,畢聲在矣論浸浸浸浸,這個這個說,喂,喂,喂,兄弟兄弟,秦庆那帝公來了 那個又說,大哥,快點走啦,遇到就沒命了 還有那個說,嗯,乖了, 旺日那個無賴是前夫後勇明羅開道的, 今天撞鬼嗎,單丁一個人連馬都不騎的, 哎呀,別管人家那麼多啦,快點走吧, 沒錯,沒錯,我們走啊,眾人去啊, 就好像倒了牆一樣,看過哪個趕快, 火神廟立即閃開了一條路, 好漢秦琴一見眾人,好像大水退池一樣, 咳咳咳咳向後退,心裡很高興, 他亦顧不得想些什麼,大埔向前走, 劉七拿著他的英雄帶在後面緊跟著他, 所到之處就好像苦趕羊群那樣,那些人亂跑亂撞, 唉,這樣一逼有一個人就慘了, 那到底是誰呢,就是東軍開雜貨店的黃綠, 這個人四尺半高,尖頭喉摔老鼠嘴, 骨瘦魚柴,歐簾腿, 這樣一逼就逼到他,呼爹叫娘, 黃綠向前一看,哼,原來是一個熟人, 那到底黃綠看到誰呢,他看到劉七, 因為他跟劉七兩個自幼是同學,又是隔牆的鄰居, 他仔細一看劉七, 拉著秦琴的三尾心裡就撞火了, 吐爆爆走過來,叫了一聲, 劉三,啊,原來是陸哥啊, 來,我有話跟你說, 啊,來啦,來啦,來啦, 劉七鬆開手,來到黃綠面前, 黃綠就壓低聲喉話了, 吐,你這個臭小子, 你做生意做到不過癮啊, 急著想升官發財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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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啊,陸哥, 甚麼意思, 盡情是甚麼人,你不知道嗎, 你拔著衣服,你做甚麼啊, 你是不是想跟著他向上爬啊, 阿批,為甚麼, 劉七一聽就馬上解釋了, 哎呀,陸哥啊陸哥, 你說去哪兒啊, 你認錯人了, 他是我店裡的住客,姓任, 叫做任三和, 外號叫做任大九, 真的啊, 當然是真的啊, 如果我騙你, 我就烏龜王八蛋在啦, 劉七講完, 轉身去追秦琴, 這個時候黃綠心裡的氣燒了大半, 他一邊走一邊哭, 哎呀,各位老少, 喂誤會,不是誤會啊, 這個大漢不是秦琴, 他叫做任三和, 改號叫做任大九,任大九啊, 這句話一傳開, 騷動的人群慢慢平息下來, 來啦, 那再講, 陳慶來到擂台前面, 他指寫一看, 咦, 這座擂台的確是威風啊, 此見擂台踏在中間, 抬高杖八, 方圓六掌, 木莊搭架, 紅尖鋪板, 爐脊罩頂, 四個掛滿銅鈴彩帶, 這一副對聯就貼在明署上面, 不力狂傲口氣, 不可一洗, 上聯係, 拳打孟虎, 押五惡, 下聯係, 捉踢交龍, 鎮四海, 橫批就是, 天下第一, 四個大子, 陳慶一看那副隊的撞火了, 豈有此力, 可恨強策, 八字兩力, 木空四海此強領養, 哼, 今天, 我一定要和你選總長, 陳慶張身一中就要上擂台了, 相信各位就會問, 陳慶張身一中就能上擂台了嗎? 難道他是向擂台跳上去? 沒錯, 他就是要跳上擂台, 擂台的三面是有軟梯的, 一般的人上擂台, 就要爬軟梯爬上去, 好看陳慶是不用爬梯的, 他一跳可以跳上擂台了, 那為甚麼呢? 因為陳慶身高仗乙, 但是那兩隻腳六尺多長, 到底有沒有這麼高的人啊? 有, 一來古時候那些人, 就長得特別高的, 二來陳慶是出雷八歲的人物, 三來, 舊時的尺寸和現在就不同, 他考古學家考證啊, 那個時候的一尺, 就是現在的七八尺左右, 那陳慶身高仗乙, 不外乎就是現在的七八尺了, 好像這樣的特殊過頭, 現在恐怕也找得到的, 那到底擂台有多高啊? 擂台就是一丈八, 嘩, 相信有人又會說了, 你亂說, 我聽人家說, 擂台是一丈二尺高的, 怎麼說有一丈八尺呢? 各位各位, 擂台到底擂有多高, 就有一定規矩, 不一定是一概而論的, 八尺高的擂台, 就叫做招呼擂, 也就是比武選擂洗的, 一丈二尺高的, 就叫做會友蕾, 就是那些浩武之家, 尋訪朋友的, 而一丈八尺高的, 就叫做英雄蕾, 就是讓那些英雄好漢, 比武獻藝爭灰手的奪狀元, 國家選將取緒的, 還有其他擂台種類很多, 那這裏, 也就不一一去講述他了, 賀秦琴在火神廟立的擂台, 一丈八尺高, 屬於英雄蕾, 是考真功夫的最高一級擂台, 書歸正傳, 說回好漢秦琴, 一見擂台的名署上面寫著副隊, 打猛虎, 赤膠龍壓, 五惡, 真思揚, 天下第一, 真是強盜發音風, 槍狂透頂, 忍不住心頭的怒火, 張腳一登, 就想跳上擂台, 這個劉七, 立刻一手就扯著他, 咦? 劉七又想做什麼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